现在这个菲律宾好像就是 俨然成为美国的棋子 马前卒 那现在菲律宾所做的一切 其实应该也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吧 比方说 现在在菲律宾 美国可以用更多的基地 军事基地 那这次其实就提到 美国积极的建设 包括菲律宾卡加沿省圣安娜 在内的九个美军驻扎的基地 那美国花了八千两百多万美元 用在什么 第一批五个EDCA地点 建造弹药燃料仓库等等等等 那么要继续来强化 在这边的美国的军事存在 那小马克是去年已经同意 再增加四个美军驻扎的地点 那我想问的是 现在呢 美国自己的国防的 相关的新闻网站 就已经披露 说这次美非联合军演 它这个里面呢 就特别有四个家的 它就用三个 来这边做演习演练 来看一看到底好不好用 是不是 那这样子的话如此一来 到时候如果真的要开战了的话 会怎么样呢 对于美国来说 请教你 我特别要讲 其实这个很明显的 就在全球地缘战略来看的话 就是海权跟陆权的一个对抗 对不对 中国跟俄罗斯本来只是陆权国家 但中国有一个好处 它的地理位置来讲 它一边向海 一边向陆 所以它可以跟俄罗斯背靠背形成一个陆权国家 然后俄罗斯就比较弱一点 因为它几个出海口 包括波罗的海 黑海 这些地方它都受被人家 咽喉都被卡住 那中国来讲 虽然说是没有卡住咽喉 但是被美国 原来它这个海军战力不强的时候 被美国用第一岛链围堵堵在这个海洋里面 所以美国来讲是标准的海权 那中国来讲就是陆权结合海权 那现在来讲中国强大了 它当然要发展海权 这是世界必然的 在这种状况下 中国发展盖了三艘航空母舰 福建舰马上成军了 然后之后004、005 大家在推测是不是核航母 那你想想看 中国盖了那么多艘航空母舰 包括076、075这些两栖攻击舰 它总不会是只是在东海或博海里面 当作游艇绕一绕玩一玩吧 它一定要想办法要出 向东要进入太平洋 向南的话 对不对 它经过一带一路经过南海 它就要进入印度洋 这是必然的一个趋势 它发展建了那么多艘 尤其它国防部长用了董军 海军出身 第一次海军出身的 代表中国就是要向海洋来发展 那美国看得出来看不出 它当然也看得懂 它本身就是海权国家 当你建造了30艘航空母舰 要向海洋发展来讲的话 我不能等到你第40艘 第50艘出来以后 那时候我再来围堵你的话 已经来不及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最好的方式就是利用 这个欧洲 台海这边 从日本 台湾跟菲律宾 把你堵在这里面 包括台海跟南海 把你堵在这里面 不让你要出这个地方来 那双方来讲 很明显的就是陷入一个陷阱 叫做休息礼德陷阱 就是一个强权 就有了强权 一定势必跟一个新兴的强权 这是美国的理论 他们说中间一定会发生一次战争 从历史上面来看的话 从雅典战争到现在 全世界有12次这种 争执来讲 最后都是用战争方式来解决的 所以美国预先做这种预判 那中国来讲也绝对不会示弱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 中国现在来讲 如果说要发展海权的话 第一个 以它不管在政治上外交上 能够争取的就是南海 南海它一定要稳住 紧接着就是我们台湾海峡 因为理论上面它不可能从北边 从日本那边过去 那边过去是最难的 因为从那边出太平洋的话 是日本的领土 这个冲绳这些岛 属于日本领土 那会引起国际上很大纠纷 那现在南海来讲 本来它就已经认定说 我就是南海的主权国 是我在这边 所以它认为从南海这边 控制南海是最快的一个方式 那紧接着我觉得它控制南海的时候 大家不要大意 我觉得第二个就是台海 因为台湾它一直认为说 台湾是我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我将来要让太平洋发展 就一定要从台湾出去 不然的话南边来讲 你看被吕宋岛巴士海峡卡住 北边来讲有宫古海峡 然后南边来讲的话 它有两个 一个是马六甲海峡 另外一个迅他海峡 但是因为这是属于国际海域来讲 争议还不大 所以我觉得说是美国也看清楚 中国要发展海权 所以它势必利用菲律宾 那现在菲律宾也自甘当马泉族 堵在这个地方 被美国所利用 所以说菲律宾很明显的 从中美两国大国的海权的博弈 菲律宾就是夹在中间的棋子 那美国来讲自己不出面 它叫菲律宾出来站在第一线 但是我特别要强调 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利用菲律宾 来进行跟中国打一场代理人战争的话 菲律宾自己本身来讲的话 实力实在是太弱了 根本就是扶不起了阿斗 也扶不起了赖尼扶不了墙 它本身没有这个实力 所以如果说是美国想要在南海 利用菲律宾来围堵中国的话 美国知道一件事情 它一定要自己亲自下场 它不可能建筑菲律宾力量 来替它打大理人战争 因为菲律宾没这个实力 那实力相差太远太远了 所以美国势必一定要亲自下场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美国为了因应它将来 要在这个地方亲自下场 所以台湾来讲 或许我们自己还有国军的力量 那在习近平眼中 可能台湾是第二个要处理的对象 第一个它先南海这边先 那美国来讲的话 很明显的 它就自己要先在这个存储弹药 存储基地 建设基地在这个地方 它自己以备于将来 它自己亲自下场 来打这场战争 所以我觉得南海很可能是 中美将来开战的一个第一战场 在这边 反而不是我们台湾 好 不过事实上其实我们在讲 这个你说不要等到真正开战 如果一旦在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在黄元岛附近 有任何可能的中非之间的冲突 发生了的话 那你觉得美国会怎么样 美国跟菲律宾不是有所谓的 什么共同防御条约吗 美国会怎么样 持续做闭上关吗 这点我就很纳闷 那先请教一下蔡委员 因为有所谓的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所以只要是中国跟菲律宾 在实质上 我讲实质上 什么黄元岛那个都 人家叫他不是实质上 有实质上的武力冲突 美国就会介入 但是菲律宾不会主动的 想要跟中国冲突 一定美国在后面收拾 然后美国在借用菲律宾的名义 来跟中国在南海起冲突 我是觉得 不管是休息几多陷阱也好 什么地缘政治也好 美国在西太平洋 跟南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你有没有搞丑了 这是你家还是我家 这问题是简单的问题 这个地狱跟美国什么关系 是我家还是你家 我也没有去你加勒比海 我也没有去你东太平洋 我去惹你吗 我也没有去你墨西哥湾 都没有啊 是你来惹中国 那因为以前美国 就趁着中国大陆 没有空军没有海军 不只是美国可以欺负中国大陆 连台湾也跟着欺负中国大陆啊 以前的什么 我们的什么航空的 什么四北级 不是划到江西城吗 所以你现在搞台独 已经没机会了 你欺负过人家 人家现在倒过来欺负你 半斤八两 不是这样子而已吗 不是欺负 我们是捍卫台湾 是吗 我们国军捍卫台湾 那你国军怎么整天 以前飞机就飞到人家去那边去 对不对 去看一看 去看一看而已 打卡 那人家也来打卡 对 现在换着他们来打卡 对 我跟你讲 这地缘政治很吊诡的东西 大陆上在做军事准备 美国他军事准备 不然大陆上搞什么 航空母舰 刚才栗珊讲的很好 航空母舰一艘两艘 他开始 现在要搞潜水艇 又要搞什么 这个什么两栖攻击舰 对不对 还要搞这个所谓无人机航空母舰 为什么 准备打仗 或者到武力比赛 军备竞赛 而且中国大陆现在的军费只占GDP的多少 1.65% 谁的空间大 要不要赌 这不简单 对不对 中国到GDP还在成长 成长速度比你美国快 今年是18亿对24亿 下一次中国大陆到20亿 你大概就是到25亿 还会慢慢缩小慢慢缩小 可是中国大陆军费没有上升 而且中国大陆是1.65还包括退伍军人的费用 你美国是不包括退伍军人的费用 台湾也不包括退伍军人的费用 台湾现在是2.65 美国加到3% 大家比赛 这种不要忘记 这个苏联就是被军费给压垮的 苏联曾经把军费 加上什么Lilicoco的费用 退伍军人费用 最后高达7% 自己就先垮了 那我就问一件事情 菲律宾想用那个圣安 那还早了一点吧 用8200多万美元就想要搞个基地 太省事了吧 换句话说他刚才在部署而已 美军是刚才在部署而已 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 就是要准备跟美军打仗 要有这种心理的素质 不要像以前一样大陆很多工资 什么姓高的 姓什么 都是在拍美国马屁 大陆上就要注意这些精美分子 有很多人稍微读得很英文 心里就被美国人 被香蕉 外皇内白 就这样子 所以要去注意这种现象 然后慢慢的去部署 不用急 跟美国玩这种地缘政治 要有耐心 美国人不可能比你有耐心 为什么 他牵你挑挑扼 他怎么跟你玩长期重转 那你就慢慢跟他好 那如果说真的 要玩地缘政治要打 也不必去跟菲律宾 那没有意义嘛 还是要对美国 不是 就是台湾 台湾 突破第一岛链就是台湾 这个是稍微有人 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 你想想想看 康熙皇帝 那个时代里面有一个 他的将军写了一个咒褶给他 那个将军叫施郎 他说如果我们不拿下台湾的 我们东南半壁都没有安全可言 这一句话到今天是不是用 所以地缘政治谁是第一名 不是那个什么休息体德 现前那个Gram Allison 我的老师 是施郎 就是抗西皇帝的征台总司令 来菲律宾现在是不是要冲神话 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上支 刚刚因为我们讲到 Santa Anna 圣安娜 这个地方呢 他其实是在 旅宋岛东北角一个偏远的小城 本来都是观光很出名的 美景处处 有海滩有瀑布 你还可以在这儿看萤火虫 但现在呢 开始紧张了 一看到 怎么会有直升机 而且还黑鹰直升机 在那里起降 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战火味 那么呢 这个战略的重要性 是不是也因此不可言喻 可是在圣安娜所属的 卡加严省省长 他相当强硬的反对美军进驻 结果呢 过去12个月以来 这位曼巴曾两度造访中国 他也向彭博社的记者说 我们被当作是VIP贵宾 大陆那边对我们非常非常好 如果菲律宾对中国好 那中国就会对菲律宾好 但是如果跟中国作对 对方就不会好好的对你 菲律宾的小马可市总统 不应该开放基地 给美军进入啊 哇 讲着讲着 越听有没有越像那个冲绳啊 他们的那种心声 上志 看得出来中国大陆在处理 像圣安娜 这卡加严省的处理方式 至少这个模式 像确实有点像对待冲绳 那么一方面等于是说 在地当地的人 不见得是那么清美 那么那么清美 特别是对于大陆刚刚讲 那个地方其实风景啊 各方面来说 其实人口都很稳定 那么他们所获得的 最主要的部分的这种 无论经济收益啊 或观光收益来讲 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个风格 有他们自己本身的收益方式 而军事这个部分来 像冲绳一样 长久以来 叫美军基地来的时候 虽然对冲绳造就了整个 包括这个岛屿 因为其实要知道 菲律宾虽然是个国家 就像日本是个整个国家 但不同的列岛当中 因为终究来自不同 历史时期当中 才最后并入的 所以大家还是有不同的 历史渊源的风格 我讲一个 我自己去福州 在福州那边 我就看到了那边 因为福州是作为福建 那有关于冲绳的这个接待 或冲绳的相关的衔接 基本上就是福州 所以我在那边所听到的部分 以中国大陆在处理福州 是他们告诉我处理冲绳 就告诉我说 冲绳是什么都希望 跟中国大陆各方面都要建立 很紧密的合作 那反而是在中国大陆那边 是比较谨慎的在调控 在这方面的部分的节奏 所以很清楚的 我们来看 中国大陆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继续谈这个 包括讲这个卡加严审之前 那主要还是来自于 整个来说 中国大 菲律宾是这样子 其实现在美国加持美菲的合作 但是不要忘了 菲律宾基本上 它的国家整个包括内部的政治 经济社会结构 它还是没有一致性的稳定性 也就是说你一旦 现在小马可是没错 你就是在美国长大的 你就是整个从身到心到灵魂 你就是亲美国 所以你整个一来的话 就跟杜特蒂 在先前执政是完全大翻转 可是未来呢 那一旦不去小马可市的时候 又会变成什么样的状况呢 所以同时我们从卡加严审也是 每个菲律宾当中 你不是小马可 是你当总统 我们就全部都认你 都听你 大家扶手称臣 不是的 岛与列岛的国家 有个共同的特质 就是大家都是觉得 自己是三大王 所以呢 包括这个刚刚讲 这个卡加严审的曼巴 他受邀去中国大陆访问 不是他主动 中国大陆邀请 可是他所接待他的 既然是来到中国外交部的 就是副部长等级 然后对待他们的部分接待 让他们去北京 还有该去整体的配套 那个对待的基本上 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 某方面来说 已经是对于一个 菲律宾的一个小地方来讲 你难以想象 是一个国家等级的对待 所以当然也有荣焉 主要一方面也刚刚讲 他的核心的政治态度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讲的部分 就是说 基于美国对于菲律宾 现在虽然大力的扩张 但是你说真正的 包括在川南那边 能够配置 像现在立将军讲过好几次 你真的能够在那边 配置的武器 是最先进的吗 可能吗 菲律宾的管理机制 整个政治社会 军事内部的管理机制 能够像日本韩国 这么严密吗 你能够轻易的 把你最厉害的武器 就配置在那里 所以现在其实看起来 有很多的这个基地 在建没有错 那基本上就可用 因为你没有办法 就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 总体的领导体系 军政军力体系当中 完全配合你美国 你可能总统很配合 可能地方不限的配合 而中国大陆 也是知道这一点 所以虽然不能说 它是一个劣解 但是他懂得利用 这种在这种菲律宾 或者跟日本冲绳一样 他们本身的地方 本身的意识差 政治观念 以及国际观念的 这个差异性 大家看待的不同 而就这里来讲 虽然不是说 在利用当中 去稍微骚动一下 但是至少可以 透过刚刚讲 政治外交的这种手段 能够让整个菲律宾 整体对于中国冲突性的 这个军事化 还是有一些 他们内部拉扯的力量 我想这个当中 旁边就会讲到的 就是提到的 就有关卡加严审 这个有关于 这个中国留学生 很多的问题 我简单讲的部分 很多他们就内部 刚刚才宣布说 卡加严审 整个国际学生 才四百多人 不是你们媒体讲的 四千多人 那是瞎扯的 好 坦白讲 这个菲律宾的民间 包括渔民 我有看到很多的采访 其实渔民自己 有他们的心声 他们就认为说 以前都可以捕鱼 为什么现在不能捕鱼 那我就说 那你要问谁 你是要问你自己的政府 你是要去问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 是这样吗 然后再来还有就是 当地有很多的华商 那么这些企业呢 其实现在也是忧心忡忡 因为没有人乐见 发生任何的冲突 但是现在看起来 就有那么 越来越浓厚的火药味 然后呢 立将军 那更不要说 刚刚其实上次约略提到 就是不但菲律宾 现在说 对中国大陆旅游签证 线缩啦 然后还去盯中国留学生 这个中国留学生激增 他们还要特别开会讨论 什么意思呢 还去扯国家安全 而此外还有众议员 还要政府严格的控制 中国留学生跟博彩签证 所以现在一切的一切 你就看得出来 他们想要把敌意升高 但是呢 这个立将军 我们看看 那菲律宾 菲律宾现在说 我们也要强化起来 才能够跟这个大个子 来打一打 是不是 要开始呢 要让自己要 怎么 要练兵了吗 但是问题是 他找谁训练 他找台湾方面来训练 我就好奇了 说现在我们来代训 菲律宾海巡署 他们来这边 来接受我们的训练 然后海巡署这边也证实说 菲律宾海巡署 有连续多年派员来台 要应对中国渔船跟海警 我们去训练菲律宾 去应对中国大陆的海警 那我们是有什么能耐吗 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条件吗 是怎么样去承担喷水炮的能力吗 好 李将军 第一个 其实我们台湾自己本身 其实因为 这个不管是海巡或者海军 或者是我们陆军 其实还是有很好的一个 训练的一个传承下来 在之前 这个包括新加坡部队 也是在我们台湾训练 那我还因为帮忙 带训新加坡的官兵 然后他们还邀请我到新加坡去旅游 对不对 然后还做头等舱过去旅游 因为我帮他们训练 所以其实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以前来讲 其实训练来讲 各方面都没有问题了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在海岛 所以不管海巡或者是海军 甚至于陆军这些来讲 我们确实是有这个基本能力在 带训菲律宾 因为等于说我们虽然说 以对解放军来讲的话 我们可能是国中的程度 对不对 可是菲律宾毕竟是幼稚园的程度 那我们国中身去交交幼稚园 大概手把手交的话 应该是还没问题 但是问题是 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必须要承认 对不对 在军事方面来讲的话 我们大概国中身 等于大班去交交小班 大概还可以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关键就是说 刚刚讲这个驻军这一段 你不要以为说 美国在菲律宾驻军 之后就会引起很多菲律宾老百姓的反弹 这是势必的 因为冲绳现在为什么会反弹 因为美军我跟你讲 他们军纪非常非常的烂 尤其在海外的驻军来讲 真的是很糟糕到几点 因为他们有一个法律的保护 叫做驻外法权 制外法权 就是说我如果说我的军人在外地里面犯了什么罪的话 不受你地方政府管 反正也不会怎么样 我就回到我美国政府来受审判 包括日本韩国都是这样 那日本光在冲绳岛那边 一年里面犯下了 不管是欺负人家的妇女 或者是说殴打人家暴行 甚至于贩毒 这些事件来讲 违反军纪的案件就两千多件 那如果说是让美军 住到菲律宾这边来讲的话 我觉得说你表面上面看到的是 美军住到这个地方来 那这个地方他会担心说 如果说是我这个地方 万一跟中国开战的话 我会不会变成 这个中国第一个攻击的目标 以中国来讲的话 他现在有能力 第一级就打你这个军事基地 这对我来讲 就像是我们买房子 贤务设施嘛 你贤务设施盖到我家来 我当然会讨厌 这会影响我房价 那美军住到这个地方呢 对当地来讲是一种贤务设施 那第二个是军事上面的扰乱 其实对当地人民的一般民间生活 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所以菲律宾现在来讲是 已经是东学后段班的这种 经济发展已经是后段班了 只靠一些外劳 去外面赚取一些外汇 这个时候你如果说再去挑事 再去跟中国拒绝 跟中国的来往 你的光光事业 你都没办法发展 那你不能光靠卖香蕉吧 对不对 你香蕉提供你不了多少外汇 提升不了你多少军事实力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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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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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